0.01公分像紙一样薄 生猪肉在烤箱烤到酥脆飘香 让人忍不住刻意片 鲜奶油涂抹上刚出炉的蛋糕体 利落卷起来 切一刀满满奶油爆浆 从咸的零嘴到甜滋滋蛋糕 都成了小资组网购的首选名单 在美食的一个客单价 平均大概是500到800的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是比较受到消费者欢迎 网购习惯改变 从高单价的3C产品转向亲民的美食零嘴 小资组更有一套省钱配搏 多样的商品把它凑凑凑 凑到可能满额的门槛去打折 将会大家一起share这个费用 从单品项多人抢购 变成多品项充免预费满额送 虽然总金额提高 但更多人一起share 不景气抢商机业者行销要做足 透露今年买气明显低 为了保持水平多了20%行销金额 砸百万就买气 预算可能会有限制的 当然会少买一点 可是会想买的话还是会买啊 民众荷包缩水 但还是要找小确幸 动脑筋只有人团购 业者则拼商机拼行销 在景气寒冬稳住业绩 东森财经新闻 小韩潘育权台北报道